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对我的影响 因为她生于1942年是抗战时期 母亲让她了解了战争痛苦生活的困难 并且教导她做一个公德为国家负责贡献的人 而且教导她懂得如何为国家负责贡献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贵为13亿人口的国家总理 所以我们贵为13亿人口的总理和人民的总理 在谈话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合谈的时候 充分地表现了她真诚的一面 充分地表现去真诚的一面 而她真诚的这种表现 去的真诚的表现 就是来自母亲的影响 就是你这边妈妈的影响 为了公平之间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属灵的父亲 来个公平的影响 就是来看一下我属灵的爸爸叶伯 他是一个富翁 他有一个有钱的 欲有七男三女 他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 对于叶伯除了他在经历古难之后 对于叶伯 叶伯是在古难之后 给我们一些很深刻的一句姻缘 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名言 就是我从前封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 以前的封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过你 可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我们值得提的 有另外一件事我们值得提的 就是申请说 她时常在孩子摆设宴席之后 就是她时常在孩子摆设宴席之后 打罢人去叫他们自解 打罢人去叫他们自解 她清早起来也按着孩子众人的人数献计 因为她说 恐怕我的孩子犯了罪 心里离去了上帝 一伯记一章五节 说到 岳伯常常这样行 岳伯时常动作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问问自己 所以第一次我们要问问自己 是否我们也像岳伯一样 是否我们要问自己岳伯 时常会开始祷告 时常问问自己的生活 担心他们的属灵生命 还是只是担心他们的考试和功课 苏联有一个教育师家说 苏联有一个教育家这么说 他的名叫苏母林斯基 这个教育家呢 他就叫苏母林斯基 他说不要以为只有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教育孩子 别以为只是当时的关切的时候 就算是有教育成功 也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吩咐孩子 他照着我们的话去做 才是成功的教育方法 我以为我们教育成功的教育方法 跟着我们就做成功的教育方法 这个教育家说 当我们不在一起 或者不在孩子身边的时候 苏联有教育方法 当我们不是在家 或者我们不是在身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在教育他们 其实我们都是在教育他们的 其实我们都是在教育他们的 哇 这句话听起来 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 这句话说 最后面不可思议 说到这里 我不禁要问问自己 看一看 讲到这里 我就不敢问问自己 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当我们都陪的时候 我的孩子是不是在电脑全面 如果生活我们就能对一个电脑 或者玩这个电子游戏 或者在搞电子游戏 或者在看电视节目 或者在电子节目 其实如果我们留意 我们不难发现呢 里面很多都是杀人啊 要不是对反应实地的游戏 只要击中目标 就会出现人头落地 就会让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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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同情心 不但只能够背影的同情心 反而会使他们对师父呢 变得麻烦故人 或者对你对事物的麻烦故人 在2009年 在2009年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资源中心 和新州日报做了一份的调查 马来西亚神龙院和资源中心 做了一个这样的报告 这一份的调查是 有关这个雪龙区华裔青少年的行为偏差 做出的 这个为华学龙区华裔青少年的行为偏差 一共有14间的中学 也有1314个学生产业 一共有14个 1314个 参加14家中学 青少年里面 那么结果发现呢 这个行为偏差以赌博排第一位 这个行为偏差以赌博排第一位 占了60.4% 占了60.4% 我们都知道还有几十多天 我们就两个人做了三个人 这个 四季比赌球赛就将在南非开 而我国的政府呢 还在考虑是否要将这个赌球合法化 因为呢这个财政部副部长达到曹智雄表示呢 这个国内藏切的这个非法的赌球啊 已经使政府没意见损失了十三亿令吉啊 这边有水素 很多人做疯狂的赌博啊 给政府的经济的流产 是不是真的让这个求合法化就能够使这个政府 从中能够取得一倍可观的 第一个人赌博又可以充滞到政府的经济 那我除了这个赌博呢 排第二的就是观看事情影片的事情 除了赌博呢 第二个就是观看性情影片的 占了十三点二巴仙 占了十三点二巴仙 有一个在别州的中央医院啊 够着这个产博工作的不是 就这么说 第二个州都是负责啊 复活产博的那个人物 他说他们啊常常会碰到啊 因为宗教的关系 不能够在自己的州属啊 啊这个生产的未婚少年 他们事实会迫着一些啊 因为他们不能够在自己的州那边 啊接生的未婚的那边啊 由他们的家人呢 送到他们工作的医院 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再送去 有个家人送送过来 那 生下孩子送去 三个十六巴仙送到过来 所以我们看到呢 好前的青少年人啊 所以我们就有好前的青少年人啊 他们的生活不能够没有电脑 他的生活呢 就不够没有电脑 他们接触的往过的世界呢 内容也是应有尽有的 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所以意味着呢 他们同时啊 在面对这个科技的 啊这个方面呢 也带来的这个试探的应用 所以这边那边的科技的 也有接触呢 怎么样 都是四小时陪你们啊 就是 但是 你们要记住 无论做什么事 哎 上帝在看 上帝也知道 所以你做的 你要对得起上帝 你要向上帝负责 当然我这样说 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活行为偏差 所以我们在耶伯记的第一章八节看到 神对耶伯的称赞 神说 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 完全认识 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这三句话真的是太宝贵了 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这三句话藏在我们的心里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时常的建立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给孩子孙子留下学习的榜样 其实我们对信仰的坚持 我们对圣界的追求 我们对圣界的追求 我们的穿作 我们的谈吐 我们的亲掌 我们的吓通 我们怎样以人交往 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怎样以人交往 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 都深深地在影响着 下一个下一场 今天好像和大家谈了很多 不过现在好像公开了很多 不过大家知道只有两件事 但是不计得的 不计得的 谢谢大家